大家好,欢迎来到异历史 上个视频我们说了一下 古蜀国的第一代王 蚕丛氏,还抛出了两个大雷 一个大雷是汉民族 主要源自古枪人 另一个大雷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并非黄河流域 而是成都平原,果如其然 这两个大雷 为我招来了很多批评与谩骂 其实,批评我是完全接受的 上古历史因为太过久远 又缺乏可以依据的文字史料 本就是扑速迷离的 就像一桩玄至已久的刑事案件 想要破译它 就要根据现存的蛛丝马迹 大胆想象 然后小心求证 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我之所以做这些视频 就是想抛砖引玉 让大家都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信息网络时代 更要群策群力 至于谩骂 实在没有必要 不同意我的观点 可以当得神话故事听听 也可以说出你反对的理由 有理有据 才能让人信服 依据胡说八道 或瞎扯淡的指责 又有什么用了 人身攻击更没有必要 只能显示 你的浅白与无知 像泼妇一样 没理就撒泼 实在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 上升到政治与民族情感的高度 我一说 三星堆文明 可能与两核文明有关 这些人就跳脚了 说我没有民族自信 我真是哭笑不得 这么说的话 人类源自非洲的学说 岂不是要让你去挖了人家的祖坟 为什么人类不是源自中国呢 中国是曾经发现过很多古人类化石 但通过现代DNA技术 已经证明了 这些古人类化石 与现代中国人没毛关系 所以中国人并不是本地的源人变出来的 属于中国境外迁徙来的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而且我们探讨的这段上古历史 还完全没有中国的概念 汉民族都还没有形成 完全不知道这些朋友激动什么 屈辱什么 文化自信不该是拿着祖宗的东西来显摆 像阿Q一样 证明自己祖上也阔过 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建立在当下的 国家富强 人民富足 安居乐业 民主自由 而不是永远活在祖宗过往的荣光里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接着聊下三星堆的第二代王 百贯王 关于百贯 又称百货 历史对他的记载极少 杨雄在蜀王本记中说 蜀王之先名残从 后代名曰百货 后者名于福 只此一句 长渠的华阳国治里 对百货也只有一句话 赐王约百贯也是西字如今 其他在五百贯之名 但百贯其人却又是真实存在的 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拓者 历史对他的记载却只有知言片语 这极不寻常 关于百贯的出身 有史学家认为 博贯之意为百树林间有贯鸟之意 是说一个羌人分支在一个青年首领的带领下 来到四川彭州静安居下来 后发展成为百贯部落 领地主要是今天四川彭州 十方 皮县一带 还有一种说法 百贯即博滚 两个名字按四川话读起来基本一致 属于口音讹传 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即百贯就是重博滚 史书对百贯记载极少 但对博滚记载就较为详细一些 是否可以认为 历史对百贯的记载 都用了博滚这个名字 在上古时期 文字还没有被发明或被广泛使用 各个部落的历史 通常由部落的祭祀或智者编成诗歌 口口相传 以此流传下来 比如羌族人的羌歌大战 遗族人的乐额特一 但口口相传的东西 对一些人名总是容易弄错的 传到最后 可能名字就变成读音相近的名字了 如果百贯即是博滚 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山海经》中记载 《皇帝生落鸣》 《落鸣生白马》 《白马是为滚》 白马即是白马部落 是指今天川西北绵阳平武县境内的白马藏族 这个部落是由北方的福西市 与南方的女娲市 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族群 称为低族 白马藏族并非藏族 与藏族并不同源 只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后 统计少数民族时 硬把白马低族划分成藏族了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 这个白马藏族的服装特色 与藏族完全两样 既有南方女娲市最钟爱的 女娲兰 又有西北草原的元素 博滚就是这个低族的首领 关于博滚与帝专须的关系 我被史书绕得有点迷糊了 《山海经》记载 《皇帝生落鸣》 《落鸣生白马》 《白马是为滚》 《史记》中又说 《皇帝生昌义》 《昌义生高阳》 专须 《高阳生博滚》 难道洛鸣与专须是同一人吗 即博滚是专须之子 不管如何 这个博滚都算是 根正苗红的皇帝直系子孙 而且 滚生与 鬼与治水是众所周知的 大禹出生于石牛 也是史学界公认的 石牛即在今天的四川北川境内 历史上 博滚公在治水 也死在治水 他既然出身低族 白马藏族 那么他最先治理 尖江与都江燕治水 就很自然了 因为那是他们部落的地盘 尖江即是现在的彭州白水河 说到治水 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认为 成都平原的文明发展 要早于黄河文明 纵观全球人类的上古史 几乎都有一个大洪水的传说 可见大洪水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大洪水是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大洪水不止一次 但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大洪水 与第四季冰川消融有关 约在一万年前 因为地球上的冰川消融 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现在的很多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 那时候都还在水下 横贯中西的考古学大师 张光直在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 艺术中也说了这种观点 那时候 全球人类都在追逐高地 基本上在新石器开始的时代 约九千年前 华夏大地只有西北地区 川藏地区 北方的蒙古高原一带 还有今天山东泰山附近 属于宜居地区 在那个时候 在甘肃买一套海景房 不再试梦 那时候甘肃就是沿海地区 其他地方多为海湖或沼泽地带 所以 早期的人类文明遗迹 多出现在海拔高的地方 像三星堆文明在川藏高原 更早的养烧文明在甘肃 红山文明在蒙古 大温口文明在山东泰山附近 所以 当三星堆文明在成都平原开启时 包括黄河流域 长江中下游地区都还是泽过一片 治水的大雨 在治理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之后 才会被榆顺发配到黄河流域 治理水患 河南简称是域 域字在甲骨文中 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 这不是凭空瞎想的 王慧可以相信 现在的中原地区 完全有可能曾经大象生存的地方 所以 成都平原当地的很多地名 都与治水有关 明江口被称为灌口 尖江口被称为天门缺 在尖江口之上的海窝子都城 被称为缺上 渠上 同时 博滚也奠定了后世 都江燕水利工程的雏形 后世认为滚之力水患的方法是失败的 只知道一味地赌 我觉得这有失公寓 世上哪个水利工程不是有赌不输 赌及筑坝兰水 治水时必然要赌 然后才能引导他 留到想让他留到的地方 而且 剑坝铸成可是博滚的拿手绝活 正史中记载 博滚非常善于铸成 是中国历史上是造成锅的第一人 世本在 滚坐城 五月春秋在 滚住城以卫军 造锅以守名 此城锅之时也 淮男子 袁道迅更是给出滚坐城池的高度 西夏滚坐三任之城 想必在治水的时候 博滚的优先选择 就是铸坝兰水 所以后人说 他治水善赌不善输 其实 滚之死 根本原因不在治水失败 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山海经》 《海内经》 记载 洪水滔天 滚窃地之西壤 已因洪水 不待地命 地令祝容杀滚于雨胶 滚复生雨 地乃命雨足不土 一定九州 这段记载就很微妙 说明滚之最很大一部分 在于不待地命 这个地当指天地 即求持山福西士那火人 同时也说明了 古蜀国在当时 至少在名义上 是受天地劫之的 有点像后世的周王氏 与诸侯国的关系 如果滚治水不行 为什么后面 还让他儿子大雨来 继续治水呢 老子不行 儿子就一定行吗 这不正好说明 鬼雨一家在治水上 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滚这个名字 有可能也不是 重播最初的名字 而是因为治水失败后的名字 地族最初的图腾是白马 后因滚治水失败被杀 地族这个部落的图腾物 也被降继成了黑鱼 即使到了现在 白马藏族人的衣服上 建筑上仍然有余图腾的痕迹 上古士族的图腾 天上飞得最高贵 地上跑得猛兽刺之 水里游得最为末 金沙遗址 出土过一个双手反背的 贵座石头人像 极有可能这个贵座石头 人像就是博滚 因为治水失败 被当作罪人 制成石头人 作为祭天的西木 博滚因治水 掌握了尖江和明江的控制权 也就掌握了整个成都平原的命脉 因此与下游靠渔猎生存的渔腹市 产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渔腹这个族群 起源于女娲市 以饲养渔腹鸟捕鱼为生 最终与博滚革民 将金马河而治 直到今天 金马河两岸的口音完全不同 金马河以西是崇州化 以东是皮线化 说崇州化的 就是渔腹族后人 包括崇州 大义 琼来 蒲江 博滚死后 葬于今天成都市温江区 万春镇的明江边 尚书百贯王墓 据说 现在四川都江宴西门外的 玉垒山路的二王庙 最初就是纪念 残从几百贯两代王的 并非纪念秦人礼宾父子 中国道教神话体系中的 二郎神渊行 也并非礼宾之子李二郎 而是眉间有纵目的残从王 只是后来 秦将司马错灭了古蜀国之后 任蜀帝太守的礼宾父子 治水有功 就把二王庙 改为纪念礼宾父子的 其实 都江宴治水之功 历史抹杀了博滚 大禹 鳖林等人的功劳 夸大了礼宾父子的功绩 他们只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而已 百贯氏掌权一百多年后 又跳出一人出来夺权 就是后裔 这里有个问题 要说明 我们说的残从王统治三百年 百贯掌权一百年 都不是指一个人掌权 而是说这个氏族的人掌权多久 比如我们说 福西氏 女娲氏 神农氏 都是指氏族 非指哪个人 这个后裔 是昌义的后人 有穷 穷 国的国君 这个有穷国 就在现在四川西昌 雅安一带 地域很广 兵强马撞之后 就跳出来抢江山了 那时候的兵强马撞 与现在比不了 人口少 能有个一两千人的军队 就算牛逼了 就算灭国夺位的大仗 与后世动不动几十万人的战争相比 也就是打个群家的规模 古人打仗 讲究诗出有名 于是后裔就找了个理由 向天帝讨了征讨书 征伐百贯王 他找了什么理由呢 就是博冠强行霸占了秘妃 他要去英雄救美 关于这个故事 屈原在《天问》里讲得很清楚 帝祥一意 格涅夏明 胡舍夫何伯 而欺比落平 意思就是 天帝下旨给后裔 要他为夏明除害 把何伯干掉 取了那个秘妃 秘妃是谁 是天帝福西 不知道是哪一代福西 的女儿 没事跑到落水游玩 落水 及今天三星堆附近的鸭子河 上游是落水河与白水河 不小心被博冠看到了 博冠见烈欣喜 见色起义 实际困住了秘妃 要强占秘妃 这个秘妃 可不是省游的灯 美帝空前绝后 在三千年后 有八斗之才的曹植 还在梦中意淫他 与他在落水河畔 谈了一场恋爱 还给他写了一封 名传千古的情书 落神父 是的 秘妃就是落神 就因为 后裔英雄救美 打跑百贯 夺了江山 取了秘妃的这段佳话 其实 曹植不知道的是 秘妃游玩的那个落水 并不是洛阳的落水 而是成都平原的落水河 至于这个地名重复的问题 我们后续会说明 还有就是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 格涅夏明 这个夏当指夏朝 我们后续也会详细说说 夏朝与三星堆的关系 总之 百贯是丢了江山 就退出发成都平原 一部分回到平武崇山 成为今天的白马藏族 一部分则到了四川南部 宜兵的崇山峻岭之中 形成博人族 博人发音 也独作白人或白马人 若干年以后 博人的一支继续向西南迁徙 到了大理的尔海之畔 在一块平原定居下来 成为今天的云南白族 博人族因玄关的传统而出名 以后还会说说这个民族 主要讨论一下 他们玄关传统的来源 关于后裔夺国这事 正史中也有记载 就是太康诗国与后裔代夏的故事 不过发生的地点是中原地区 诗国的是夏起的儿子太康 正史认为黄河文明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所以很多上古的事情发生地点 都在黄河流域 但从遗族古老乡传的史诗 乐额特一 对后裔的记载来看 我认为 既然后裔就是遗族祖祖先 资格阿鲁 他做的一切 发生在成都平原上 更为合理 而且 中华正史中 有提到后裔摄日的神话故事 遗族也有同样的记录 这个摄日 如何理解更符合常理呢 在神话传说中 后裔摄的九个太阳 皆为天地地君之子 西河所生 巧合的是 在天地的居所 今天的甘肃 陵南筹池山东边四十里 就有一个西河县 西河与西河同音 谁能说 这只是一种巧合呢 所以有学者认为 所谓十个太阳 只不过是西河与天地所生的 十个儿子 建立的方国 天地是太后福西一脉 崇拜太阳神 那这十个方国的图腾 极有可能就是太阳 方国的位置 约在川西北与甘肃交界的地方 后裔在成都平原取得政权后 继续四处征战 扫清了这十个天地方国中的九个 所以 后世才有后裔摄日的传说 三星堆出土的 青铜五福太阳轮 极有可能就是 后裔当政时留下的法器 因为这个五福太阳轮 与一族的十月太阳力 关联极大 后裔族在成都平原 待了不足百年 即被新抛离取代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渔福族 约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 成都平原的座地户 渔福族发展壮大起来 不甘被奴役的他们起来 干翻了后裔的 建立了渔朝 渔朝 首领及是渔顺 在中华政史中 一直相传下朝之前有个渔朝 但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 渔朝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同样的 下朝也是这样的情况 知道它存在过 但从没发现任何证据 被基于厚望的二里头遗址 研究了几十年 也只能说疑似下朝遗址 所以我认为 所谓的渔朝 就是指的渔福事件里的 这个渔朝 在正史中 后裔被认为是东夷人 我觉得这并不准确 后裔失去领导权后 即带领族人 暂时退出了成都平原 回到其祖先生活的西南方 他们完整地继承了 上古华夏文化精髓 以西昌和昭通为中心 逐渐形成今天的遗族 后裔的真实名字叫知格阿鲁 后裔只是他的地位称谓 他成为了遗族人的人文始祖 被称为摄日英雄 今天遗族地区 仍然有很多关于他的雕像 今天遗族的文字 十月太阳历 图腾 崇拜等 仍然保留了上古成都平原的 华夏文化 好的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 我们接着聊下大雨之水 以及三星堆与夏朝的关系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